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在我们直播室里面有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我当时无法回答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自体脂肪补脸跟这个玻尿酸补脸 在效果上会有差吗 请邱医师比较一下,比较推荐哪一种 这个问题其实是属于医学美容的问题 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老化有几个原因 对不对,组织的流失让你产生凹陷 地心盈利让你往下垂 那皮肤松弛让你皱巴巴 这三个原因是主要的脸部老化的原因 对不对,那脸部老化原因要针对不同的原因来做不同的方法 让它改善,举例来说 当你组织流失了,那你就应该填充它 比如说你脸颊凹陷,内沟凹陷,腹气功凹陷 额头出现骨头,外观很明显 对不对,然后木耳纹,法令纹这边也都凹陷 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填充 填充东西 所以自体脂肪和玻尿酸都是填充的一种材料 那不止这个哦,还有什么胶原蛋白 什么3D聚所权乳酸这些材料 那当然很多地方很多诊所 它会自己发明一些名词 什么少女针 对不对 回春针,少女针 或者什么什么童颜针 对对对 童颜针,少女针 这些他们自己创的名词来加以命名 但其实你要看它用的什么东西就知道了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那如果你是组织下水 那当然就要拉体 对不对 那皮肤松弛就要让皮肤紧致 那这个拉体可以做埋线 可以做拉体手术 那么皮肤松弛呢 可以在皮肤这边打雷射激光 或者是做一些电波或者音波 让它紧致,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做完以后 脸部看得显得比较年轻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那自体脂肪跟玻尿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而我先讲自体脂肪 自体脂肪它的优点跟缺点 自体脂肪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说打上去以后 如果它稳定了 那它就always就在那边了 不会说像玻尿酸这样 一年以后都被分解掉 都被吸收掉 对不对 这是自体脂肪的优点 但是自体脂肪有没有缺点 自体脂肪的缺点就是 它一定要手术嘛 对不对 一定要抽脂 抽出脂肪 然后存化 分离 然后再打到我们需要的地方 那打脂肪的时候呢 跟医生的技术有关系 如果它打的技术没那么好 可能会产生硬快 在这个脸颊里面 会摸到一颗一颗的 也有看过 对不对 那么它有打脂肪的时候 要是不小心 或者刚好你运气也不好 结果一打又打到血管里面 这个会导致动脉毒塞 皮肤可能会受伤了 或者在国外 韩国泰国曾经有报道 就是说打了自体脂肪以后 怎么样 眼睛瞎掉 这个有听过 就是因为它那个 打进去的这个脂肪 逆流 跑到这个眼动脉里面去 那这种危险 可不可以避免呢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邱医师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就是说 那个会打到这种 眼睛瞎掉的案例 其实它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它用管子 它用的管子 是用肩针去打的 那就很容易戳到血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用的那个针筒 3cc以上 比较多的量 那一注射下去以后 一打就是一个大量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风险高 所以我们改善这个风险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用的是顿针去打 第二个呢 我们用1cc的空针去打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大幅降低这种 危险的这种并发生 好 那这个是讲自体脂肪 那第二个呢 玻尿酸有什么好处呢 玻尿酸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用手术嘛 对不对 它直接拿来就可以打上去 那打的时候呢 因为玻尿酸 它多少就是多少 对不对 你脂肪啊 还有水分的问题 破油的问题 血水的问题 万一就是说分离的 这个没有很致密的脂肪 可能里面还有一些水分 那可能打进去 打那么多 可是呢 会怎么样 会消掉很快 它过了三个月会吸收 所以你打那么多 你看起来好像很多 事实上三个月有可能 只剩一点点 这个是自体脂肪的缺点 那我讲玻尿酸的优点 就是自体脂肪的缺点 就说玻尿酸呢 它呢 一点点的量 打进去多少就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像鼻子 我们可以做微调 有的人聋鼻之后 可能过了几年 年久失修了嘛 那个甲体就会受一点 这个就会有点变化 那么皮下的主持也变薄了 外观呢 就会很不自然 像我给大家看的这张图片呢 你们看它的鼻子的侧面线条 它这个是以前装过甲体 那么呢 因为过了大概三年五年的时间 甲体有点软缩 所以你看它侧面的线条 变成有点 弓起来的这种 不自然的外观 那这个鼻子这样看起来 就有点阴沟鼻的感觉 其实是不好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照传统的做法 它就是要把那个甲体拿掉 那么呢 重新啊 这个重建它的这个鼻子 等于要再做一次龙鼻手术 而且这一次做的呢 会比较大 一定要用自体肋软骨呢 才比较能够做的成功 那如果呢 它不想做这么大的手术呢 其实它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在这个鼻子上面呢 用玻尿酸啊 去稍微修饰一下 那么就可以把那个 婴沟鼻的那种下垂鼻 这样不自然的外形 把它变得很俏皮 很自然 很挺 很俊 很美 那么当然 当然玻尿酸呢 也是有自体脂肪的这个风险 就是你打在鼻子或者脸部呢 还是要小心 也是有可能会 有堵塞到这个血管啊 导致这个皮肤溃烂坏死啊 或者是更严重的 打到这个眼动脉里面去啊 所以这个当然还是要有经验的医师来操作呢 那个风险会降得比较低 这个安全性会提升会比较好 好 所以呢 今天就是先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质地脂肪 跟这个玻尿酸呢 在做脸部的填动的时候呢 到底应该怎么做选择啊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先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 获取最新的讯息 好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